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周末好 今天想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鲜粉袋 Zinfandel 很多人对于葡萄酒品种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 但是提到桃红鲜粉袋一定不陌生 它就是那种颜色呈现着浅桃红色 少女感很强的 那么Zinfandel这个葡萄品种 它来源于克罗地亚 后来被带到了意大利 在后来呢 美国陶金朝的时候 19世纪初期的时候 被带到了美国的加州 在加州被发扬光大 现在成为加州葡萄酒的一个名片 那么Zinfandel在全世界七分之五的种植 它都是在美国的加州 还有七分之二呢 是在意大利 也就是说意大利跟美国 就构成了世界上主要的 鲜粉袋的产制国家 那么在美国的加州 有哪些重要的鲜粉袋产区呢 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这个Sonoma 还有Lodi 还有在加州的像Pasarobus 这三个都是重要的鲜粉袋产区 总的来说 鲜粉袋呢 它的颜色是要比赤霞猪 Cabernet Sauvignon浅一些 酒体呢 要比黑皮诺要轻盈一些 口感上呢 是果味很突出 黑色浆果的味道 像覆盆子呀 樱桃 黑加仑等等 除此之外呢 像刚红鲜粉袋 还有很多香料的味道 比如说像胡椒 还有香草等等 鲜粉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的酒精度数比较高 像一般都是14-17度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加州的鲜粉袋是15度的 另外呢 这个酒它的酸度也比较高 有时候好的鲜粉袋 甚至它比赤霞猪 Cabernet Sauvignon喝起来 还要更加的奔放 那么说到鲜粉袋 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 在美国 白葡萄酒很流行 大家都 选择喝白葡萄酒 然后这时候呢 由于白葡萄酒的产量不足 人们就想出了 用鲜粉袋这个红葡萄品种 去酿白葡萄酒 当然呢 它这个颜色 并不是说真的像白葡萄酒那样子 就是白色的透明的 而是那种浅桃红色的 于是人们发现 用鲜粉袋这个红葡萄品种 酿出来呢 这种White Zinfandel 它口感上比较甜 另外呢 酒精度数也没有那么高 如果加上气泡的话 就是很受欢迎 于是这也就是美国葡萄酒 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 二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商业传奇 从此以后呢 鲜粉袋这个葡萄品种 它就是变成了一个变化多端的 你可以是桃红葡萄酒 也可以是干红葡萄酒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 这款是干红葡萄酒 那么 White Zinfandel 跟White Zinfandel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最最简单明了的 就是颜色不同了 那那个White Zinfandel 它是那种浅桃红色的 那这个红色的鲜粉袋呢 它就是宝石红的 它是浅樱桃色的 这个口感上也完全的不同 这个干红呢 它喝起来是没有那么甜 口感上跟一般的这种 这种干红葡萄酒比较接近 酒精度数比较高 除了有简单的水果的味道 还有很多的香料的味道 比如说像胡椒呀 还有香草呀 巧克力呀 还有香木桶的味道等等 复杂度是比较高的 而桃红鲜粉袋呢 它就是那种甜度比较高 喝起来酒精度数也没有那么高 如果比做人的话呢 干红它是那种 比较成熟有韵味 复杂度比较高的 而桃红它就是简单明了 让你觉得是小欣欣小可爱 非常容易接近 也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个人 至于大家喜欢哪一种 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 另外呢 它的试酒温度也不同 这个呢 它一般的试酒温度是18度 而白的Wise and Fandel 一般喝的时候 温度会稍微低一些 是12度左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样造工艺完全不同 干红呢 它一般就是一个正常的 净皮时间 所以你看到的颜色 就是像干红葡萄酒一样 呈现的是这种保湿红 而桃红鲜粉菜呢 它的净皮时间会很短 所以你看到的颜色 没有那么的浓郁 而是那种淡淡的 一点点桃红色的 另外餐酒搭配 这种干红也就是搭配 口味比较浓的 像烧烤呀 现在又到了烧烤的季节 烧烤的时候可以 就是搭配这个 干红鲜粉带 如果你要选桃红呢 你就可以干喝 因为那个酒比较甜 非常好入口 另外呢 在夏天的时候 你把它冰镇之后饮用 也非常的不错 很多不太喜欢 酒精度数比较高的人 刚接触葡萄酒的人 那我可以建议你 从桃红鲜粉带入手 特别是一些女生 喜欢那种 少女感比较强的 你可以加一点气泡的 那种鲜粉带 那喝起来 口感呢 是很不错的 尤其在夏天 最后呢 要给大家来聊一聊 关于鲜粉带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老藤 老藤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当这个鲜粉带葡萄品种 从欧洲到美国的时候 因为它最早 很多的这个树的葡萄糖 就这样子被迁移过来 那么如果它的这个葡萄糖 是超过50年 一般是50到100年 我们一般就会认为它是老藤 但是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因为老藤呢 鲜粉带它的产量比较低 口味上更为浓郁更为可口 所以很多葡萄酒商 他在打广告的时候 都说自己是老藤鲜粉带 那么你一定要擦亮眼睛 他说老藤并不一定是老藤 比如说我们这瓶酒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来自加州的2015年的 Sonoma的这个产区 它上面包装上面 Label上面 它给大家画了一个 就是像葡萄糖一样 非常直观的告诉你 它是老藤 如果你读后面的这个说明 它也跟你说 这个是超过30年的一个葡萄糖 所以它给你很多的暗示 告诉你是个老藤 这个东西也不能说 它是在就是说作假 只能说 关于老藤心疼的这个定义 非常的模糊 所以一般在线粉带 广告上面 很多葡萄酒商 就打擦边球 他都会说自己是老藤 那么我这里给大家分享 一个小小的经验 你除了在读酒标之外呢 最关键的 就要靠你灵敏的味觉去尝 一般怎么来区分老藤跟心疼呢 老藤它的长起来的复杂度 是比较高的 你喝起来层次感 结构感都比较强 但是心疼呢 它一般就是比较甜 果味比较突出 比做人的话 老藤就是那种 有年头了 你跟他聊起来呢 非常有诚服 非常有抵御的那么一个人 心疼比做人呢 就是还是你很年轻 非常简洁直白 你跟他一聊呢 他所有的心理的想法 你就能聊得一清二楚 简单来说 比做人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好 那我们今天 就跟大家一块来尝一尝 这个加州的2015 来自索隆马的这个鲜粉袋 是什么样一个感觉 首先跟大家上次聊过 你端葡萄酒杯的时候 我记得一定不要这样子 因为这样会影响 这个红酒的温度 你就拿着这个 它的这个角就好 这样的口感呢 就是原汁原味 不会影响 另外你要闻 这个闻起来呢 大家能知道 就是我们早上 有时候吃早餐的时候 那种果酱 就像蓝莓果酱呀 草莓果酱 就是那种很甜甜的 很重的这样的果酱的味道 然后再来喝一下 喝起来呢 它的这个口味非常的甜 另外呢 有很多blackberry 黑莓的味道 还有一点点樱桃的味道 还能喝到很重的这个胡椒 胡椒的味道 黑胡椒的味道 黑胡椒的味道 还有一点vanilla香草的味道 这里要跟大家说 就是鲜粉袋呢 它的酒体一般比黑皮诺还要轻盈 颜色呢 比赤霞猪要淡 所以整个接触起来的感觉 还是比较好入口的 尤其对于刚接触葡萄酒的人 我觉得鲜粉袋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你在选择的时候呢 我觉得你要选老藤的鲜粉袋 会比鲜藤的更好 至于怎么辨别就靠你灵敏的味觉 另外呢 就是我觉得大家选加州的就好 加州的像刚才聊过的那三个 Lodi 还有Sonoma 还有Pasarobos 这三个都是不错的鲜粉袋产区 另外呢 我个人仅代表个人关联 我觉得你如果是对葡萄酒 已经有一定的基础 有一定认识呢 你可以喝这种干红的鲜粉袋 当然如果你不太喜欢干红 你也可以喝桃红的鲜粉袋 特别是那种追求葡萄酒的甜度比较高 喝起来比较好入口 有点像饮料那种感觉 你就可以去尝试桃红鲜粉袋 那么今天聊了这么多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帮助 如果你也是一个葡萄酒的爱好者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定时在这里分享各种有趣的葡萄酒知识 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